科布玩头九局摘胜头,露出满意的微笑。 法新社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金英科布,Alex Cobb, 今天面对印第安人演出九局的玩头胜, 用了100颗球,只让对方攻下2分,加上维拉, Jonathan Villar,在第三局敲出的3分炮奠定胜机, 最终金英就以4比2拿下胜利被球团寄予厚望的科布, 借钱财与金英签下4年5700万美元,约17.5亿台币,的合约, 却以15败位居本纪大联盟败投亡, 如今对着美中龙头印第安人投出代表作, 总算是让他松了口气。 此一颗不玩头就局,只被敲出5只安打, 一次保送,二张劳K,也是本纪首度称超过7局, 摘下了今年的第四胜场胜头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科布连续无场角出优质先发,连三场用球数破百, 且来到8月后,科布的单月自责分率下叹到了1.55, 战绩渴望止跌回升。 而印第安人今天的先发普鲁克,Adam Placu, 驻投7局失三分,只被敲出3只安打, 可惜科布技高一筹,此一无缘胜头。 另外,锦英的菜鸟新秀穆林斯, Cedric Mullins,在第七局敲出了大联盟守轰, 且在升上大联盟后表现相当火炮, 28打数归出10只安打,大几率也高达0.357, 穆林斯敲出大联盟生涯守轰。 美联社